民国94年9月2号 洗一台车大约要消耗60公升用水 让不少洗车业者是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在当年大运有业者透过回收工厂废水 经过多层过滤后 作为洗车机的用水来源 当年缺水的经验让业者认为桃源停水将成常态 于是装设过滤设备 将40吨的废水收集起来 经过三层过滤拿来当作洗车水 当年在限水期间 这台位于加油站内的洗车机生意可是一支独秀 让业者赢了礼池更赢了人气 记者综合报导